这样的博士培育过程 要让他们在写论文的阶段 就要接触到产业界 要知道从产业界的视角 怎么来看一个问题的提出 要看怎样是可以符合 比较符合产业的需求 也要了解产业里面的相关的 因为要协助人家解决问题 必须要了解那个环境文化等等 我们在今天这里面好几位同学 我昨天直接看我们的故事 有些甚至已经要协助公司去建立新的部门 甚至已经有创业的准备 这就是让我们的大学的博士的培育机制 跟我们的业界能够更好连结 那也替我们的整个博士班 可以找到更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究竟RSC计划到底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博士生来说它的用因在哪里 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可以直接的跟产业接触 直接跟产业接触可以深入了解 产业现在实际面临的问题以及困难 以他们的面向直接跟他们沟通讨论 我们可以知道整个产业的实况 现在发展的状况 以及他们的症结点 他们的困难点到底是什么 它除了就是一定会有足够的学术上面的专业的训练 它还跟就是八间新药开发公司 以及六间一财公司签约 提供学生一到两年的企业人才培训实习的机会 这个可以让学生实际上去产业里面观看 产业实际上需求什么东西 那我可以在产业里面贡献什么能力 我们实验最主要需要能够做出一个 支援自驾车的一个通讯系统 那我主要是处理干扰的问题 那所以事实上它是未来发生的问题 并不是现在几次 所以某种程度我在处理一个想象中存在的问题 那我觉得产业合作的帮助的话 对我而言就是 能够以业界的关系去省事 我的研究假设到底合不合理 在这个计划中 智慧防灾是我们这个计划的总体目标 那我们主要合作的对象是 就是中小企业或是特定制程 那其原因因为中小企业它在 这个安全资源投入上会相对的普遍缺乏 而且他们制程复杂些多样 所以这都需要一个 比较完整的制度去做评估 那我 我发现说其实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这件事情是每一个公司都需要的 很多大公司它们可能已经非常健全 可是中小企业的一个 人力资源管理的配套其实跟大公司 会是不太一样的管理方式 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协助他们的一个机会 我们在那段时间就跟很多艺文领域 做一些合作 包括我们协助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去把国内所有的跟艺术相关的 授权机制把它研究出来 一些范本把它做出来 然后提供给艺文界 所以我后来进到国议会去工作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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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